现在有主持人 Kavin Huang 黄怡萱 好 谢谢 大家好 谢谢 参加这个会议 我们在温哥华星期六上午 在我们这个 唐人街这个 欢迎我们这个 这个礼物了 在我们这个唐人街的东西 我们现在呢是在 我们这 温哥华这个地方啊 我要土地宣言 我承认呢 这片土地呢 从没为这些民族通过条约 或者其他方式交出 放弃或者移交给 加拿大货币市场 他们是从来没有割让的 那我们这种关系呢 对我们很多人来讲呢 我们作为一个 这个移民来到这里的话 希望呢 我们继续我们的行动呢 能够对如何 跟互相打教导 重新想一下 我们如何可能呢 能够根据我们的历史 尊重我们的历史 跟原住民尊重他们 鼓励人们要了解这个历史 跟我们分享 在我们的描迁框里面呢 泰南呢也会收集这些问题 通过我来介绍一下 我自己叫黄怡轩 我是第一从移民来的人呢 我们温哥华唐安街 Legacy Studio Show 这个主持的 我呢是今天作为这个主持人嘛 那么大家如果参加进来的话 我会做一些宣布 如果要参与的话 你就可以 在讨论的讨论 我会做一个讨论 我会做一个讨论 我们会做一个讨论 在讨论 或者呢 在slido上面 那你可以把问题提出来 这样的话 也可以我们可以回答 另外呢 通过社会聊 社会社交媒体 有个hashtag Chinatown Reimagine 那么大家是欢迎参与 英语呢 是有这个字幕的 所以呢 经常都有 我们还有这个 普通话的同传的翻译 那么你可以在 底下的这个按钮 可以按一下就可以看到 我们也是录音的 那么时候呢 我们可以重新 再看的 在我们的网站上 另外呢 可能有这个小孩的声音呢 或者是狗的声音呢 这个我道歉一下 这个背景 好了 今天我们要讨论 什么东西呢 我们今天呢 就讲一下 台湾街 是经济生产 由这个文化和 以这个传统来推动的 我们的生意 如何支持这个经济呢 到底有什么独特的 这个温哥华 唐人街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也会讲一些 一些紧张的点 比如说我们这个社区里面 一些地区 一些人们的这些交往 好 我们介绍一些 这个主持人 一些背景 他们的名称 或者其中的一个 所属的单位 好 我们先讲一下 这个说一下 Hi Kim Tran 他是一个 TDMAO 的 Lorraine Lowe 就是Can White Dimson的业主 Tom Wilkins Henry Tom 他是 安哥华 BCMA的 主持人 Tom Wilkins 他是 温哥华 市政府的人 你们可以看到他们这些 嘉宾 他是在我们的网站上 已经有他的这个背景介绍 好 好了 我们就先问Lorraine 你为什么留在这里呢 好 谢谢邀请我 我很高兴能够参与 在一起 我们都有同样的热情 建立这种有形无形的这些遗产 我的背景呢 是在温哥华长大 在台山 是我的家主集 来到每个周末呢 都来到这个团街啊 购物啊 我的家人呢 都是参与到社区的活动 这个连接是非常的深 关于我们的遗产 我们的历史 都深有感受 所以呢 对我们未来的几代人呢 都是铺下了这个路子 让他们参与到 支持我们这个 台湾街的未来的希望 Personal History 谢谢 你分享了个人的历史 好 讲到历史 Henry 你能不能分享一点 关于温哥华 这个 Merchant Association 这个 很多年 你都在那工作了 那么 作为这个背景 我们来作为今天的讨论 谢谢 凯文说过了 我是这个副主席 是 Mancrover Chinatown Merchant Association 在我的这个 介绍当中呢 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历史 就是VCMA 我们的工作呢 是包括了 包括这些 项目啊 关于这个 跟生意相关的 这些东西 我想多讲一点 关于 BCMA的这个地方 然后呢 我们呢 也有呢 我把它叫为 BCMA Reimagine 这个历史啊 我们这个机构啊 是华补商会 它是温哥华唐人街的 在1979年的时候开始 整个唐人街的社区呢 就组织起来 来做这个 如何 如何 恰当的去管理 我们的东西 有些部分呢 是 有些 商店设立的东西 中的工作 中呢 我们是收集我们 共同的这个声音 我们跟政府 和其他机构打交道 华补商会呢 也是推动 各别的这些 生意 业主 因为我有语言的这个 障碍啊 来帮助他们 那么 有些例子呢 就是 1975年 这个Parsier War 就是这个奖励 来审查这个历史 地点的这些 生意的 审查 审查和挑战 那些 标志 的福利啊 在唐人街的东西呢 也是挑战 在 行人道 的 这些 设计 对唐人街的文化的影响 创建 唐人街 生意的改善 区域 我们呢 是 也是支持 这个安全注射 点 的问题 也是在唐人街 这个社区里面有的 在公众方面呢 我们在很多 重要的公众领域里面 支持的 包括 啊 这个华堡的Paket 这个停车场和它的Plaza 广场吧 黄埔广场 那么 我们这个主持呢 就建立了一些目标 华堡商场呢 就买了一个亚洲 以外的一个最大的市场 那在温哥华了 我们呢 就是这个VPB 啊 就温哥华警 警察嘛 这些组织者呢 做了很多的项目 很重要的一点 啊 啊 这个华堡商会呢 做了很多的社区的协助活动 在我们这么多年 40年 我们紧密的跟 啊 啊 唐人街里面的一些组织 携手合作 啊 像这个千玺门呢 啊 这个项目 啊 还有这个Block 17 这些 啊 办公地点呢 呢 华堡商会呢 也是 啊 非常好的这个 组织 活动 40年之后 那么过去三年 过去五年呢 对我们的组织 对我们的成员是非常困难的 啊 很多麻烦啊 像这些毒品问题啊 很多的这些 成员的这个年纪的 年长啊 疫情啊 对我们的成员影响更大了 那么 而网上的这些销售啊 他们不是很熟悉啊 有可能 这个 这个街道上的这个状况 也不是那么好啊 啊 我们已经啊 失去大概十分之一的啊 这些老的商户 那么很多的 但是呢 很多成员 呃 存下来的 他们能够啊 适应 那现在呢 啊 那我们也是在为未来做准备 那么很多这些生意呢 现在也在生意开始有所恢复 那我们这些是带有文化遗产特色的这样的一些生意 那这些商户呢 他们 是突出他们这个文化特色 在唐人街的文化特色 那么 我们跟这个唐人街的这种紧密的关系是很明显的 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些特色 他们呢 是 他们是小规模的 而且都是一些私有的这样的一些性质 但是 他们很多这些企业呢 现在 他们 也在积极的参与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 我们会怎么样做呢 那我们这个社团 那我们 这个社团 我们 在过去这几年中 一直在考虑 就是说 这个 这个人家在不断的变化 那么我们这个 啊 协会呢 也是要不断的改变 那么我们这个协 会 几年前我们就开始认识到 就是说 啊 啊 我们要为我们这些会员去争取 去给他们提供 一个 发出一个共同的这个声音 那么 来这是对我们整个这个社区的繁荣是非常至关重要的 对他们的这些 啊 这些商户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的这个协会 也是 要跟 推动这些带文化遗产特色的这些商户 那么这些商户呢 他们就可以找到最好的这种方式 能够 跟我们这个协会一起呢 在啊 过去什么年一起来携手合作 那么 谢谢我们刚才回顾了一下我们这个历史 啊 啊 我不知道你们协会一直做了这么多的一些项目呢 我不是十分了解 啊 那么我们有时候想当然的认为这一切都是应该发生的 所以 啊 讲到这些商户的话呢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看 Tom 那么他是这个文化市政府的工作人员 那么他们这个机构呢 也是扮演了中央的这个角色 来被 为我们打造这个一个良好的经商环境 那看一下这个文化市政府 对这个唐人街的这个影响是怎么样的呢 Tom你来分享一下好吗 哎 谢谢凯文 我想简短的说一下 强调一下呢 这个政府的这个角色 这个 文化市政府的角色 跟这个唐人街的 那我们这个合作呢 是涉及到很多个部门 我是这个市政规划部门的 那么我们还有这个文化服务 社区服务 工程部门 这个房 这个房地产开发等等 很多这个市政府的这个部门 他们都跟唐人街密切的合作 那我们这 投入的这种热情 我们这个唐人街的这 特别是这个领导力这方面 是非常卓越的 那跟这些我们比较来 其他一些这些社区相比较而言 我们看到很大量的这种变化 特别是在这个唐人街这个地方 如果你看一下 圣保罗医院 那么还有这个 他的这个研究设施 现在已经开始兴建了 那么他是在这个地下部分 已经开始进行 那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医疗卫生这个行业 研发这个行业 那么在这个 有这个7000人的这么一个 社区 那么所有这些相关的这些人 那么这是一个对这个社区来讲 对这些商户来讲 应该是他的将来的发展是很有力的 因为这是这个唐人街 它有一个独特的一个优势 再加上呢 有一个有超过1万人的这个居民 是沿着这个福西这一条这个地方居住 那么这里也会还会有一些新的建筑物 拔地而起 那么我们 你应该毫无争议的是 这个唐人街呢 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这么一个环境 它是有利于呢 也可以去借这个借 借用这个优势来充分发挥 那么就是说现在我们去怎么样去管理这个变化 怎么样去来这个管理好像唐人街的未来 怎么样去应对一些我们这种增长 和我们怎么样去 这个不再对社区造成损害的这种负面影响的情况下 怎么样去把握这些机会 那么我们现在和这个我们的这个独岛小组 还有其他的一些不仅仅是这个独岛小组 还有其他一些这些团队的工作 他们是我们关注这个唐人街的未来 比方说这个我们这个基金会等等 那我们都是希望看到这种包容的这么一种经济 如果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述的话 这些文化遗产的这个资产管理方案呢 那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独岛小组 一直在参与的这项规划工作 这个草案工作呢 它已经里面涉及到了就是说 包容性的这种文化遗产的这种经济 如何发展我们要明白 这个它的含义是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非常高兴今天来参加这个论坛呢 来更进一步的了解 你们是怎么样去理解这个包容性的经济 谢谢 那谢谢汤 那么我们刚才讲的是宏观 现在来看一下微观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很多这些小型生意 他们的所走过的这个足迹 那么你在跟这些这些商户一起合作的时候 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换他活力 好的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去举办这么一个论坛 包括昨天包括今天 那么我们看到很多这些视频 也看到所有大家做的这些工作 对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就是说在这个社区里面工作 我们这个团队所做的跟这个我们这个社区里的这些合作伙伴 那我们是看到刚才Henry有提到的那些商户 那些台湾街的商户 在这个台湾街还有这个Stark Corner这个社区 那在我们这个社区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像金威点心这个餐馆 那么他们有新一代的这个持有者 是他有这个框架这个社团建筑物 那么待会他们 William会讲的更多一点他对这个自己的生意 那我现在还有我们还在协助这个 我们这个Comingtown这个建筑物 他们是还有这个它是有两个控制的这样的 两个这么一个场所 那么现在我们现在想把它能够考虑它的这个再利用的问题 那么还有这个Stark Corner这个区域呢 还有这个温哥华的这个佛教寺庙等等 那么我们还有可以说看看一下我们的一些创业者 他们怎么样可以迈出第一步来做他们的这个创业 那么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学习的源泉 那我们在学习怎么样去创业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们在怎么挣扎 他们在他的需求是什么 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和我们这个今后的发展方向是怎么样 刚才凯文也讲到了 就是说我们是这是非常的 这我们在乎这些文化这种企业 这些家族企业 他们呢是不仅仅 等我这么看这些企业呢 他们说不仅仅是一些小企业 他们是一些零售店 那么你要去了解一下他们这些啊 福西老婆店这种啊 他的这种生意模式 那么在我们要去想象 那么就是说我举些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这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注意到在你跟这些小型生意的这些业主交谈的时候 他们说他们这些商品呢 他们都是他们这些蔬菜呀 什么的这些啊 他们这些说销售的物品呢 其实都在社区内采购的啊 他们都是用这个手推车把它运到的 那就是说这些只要一个生意做好了 其他生意呢也能参观啊 啊也就能够大家一起呢 这个都能够啊一起来受益 啊这是我们观察到的一种情形 那么我们看到这种情形 他们这样的一种啊商业模式 他们这种传统的这种啊 这动手手工的这样的这个啊 很多的是这个亲力亲为的这种做法 不仅是食品 他们涉及到很多这些啊 从业人员都会参与 在啊再讲到这个食品行业 那么这样就带动了就业 他们很多人呢 他们他们都有这个去 还有这些供应商啊 啊这种签约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 在这里买东西 因为啊那你可能会发现 哎这些东西他们都是你最喜欢的一些 食品的这些项目 那么我们还有一些 非牟利的这些啊 建筑物呢他们也是给这些房东的提供这种一些东西 那么他就说这些房 这些业主呢他们就是说你可以跟 可能你想不到的就是说一些小的企业 他们可能是说通 他们 在跟这个业主呢 那么他们在在我们的根据我们的经验来分看一下 他们都是一些社团的这些建筑物 都是一些协会的建筑物 他们呢这些这些理事会呢 都是一些做一工进制的 而且年龄也比较大了 那么他们 也现在也在想涉及到这个 这些社团建筑物的这些更新的这些翻新等等 这些工作 还有很多就是 他们这些企业也扮演了重要的这个角色 在这个文化节的节庆 比方说这些中秋节呀 龙周节呀 这样的一些和节庆活动上 他们也是积极的参与 他们在这个时候呢 他们都是非常的繁忙在这些节庆的时候 积极的参与这些节庆文化节庆活动 所以还想就是说他们起的这种示范作用 他们给其他一些年轻的企业家 起了一个榜样的作用 我知道有这么一个例子 那么在唐人街我看到 那跟一个小企业主交谈 那他这个年轻的这个企业主呢 想去接管他们这个企业 就像这个William Liu 这个就是例子 他接管了这个家族的这个企业 我当时记得他当时还用推这个手推车 那么当时亲眼看到这个 这个其他的一些年轻的这些企业家们 也在想着 也是说有可能是去接管他们这个家族企业 来在唐人街推动 但是呢这个不容易 但是是有可能会做到的 那这样去发展他们的这种企业家精神 创业精神 在唐人街这个地方我们推广这种创业精神 那么可能我讲了一点点 但是还有很多呢就是说 我们讲的这个文化 把遗产带动的这种经济 那么还有更多的这个层面 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商户呢 他们有一个零售店 零售店面 那么他们的这个生产这方面呢 又在别的地方做进行这个生产加工 然后呢他门店是在这个唐人街 所以呢他这是一个可以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经济体 那么我们看到很多这种年长的人呢 他们在去他们讲自己的语言 他们有找到这种归属感 他们可以见到自己的朋友 所以呢有很多这些老人家们呢 他们觉得在自己的这个住的地方 买到自己的喜欢的这种菜啊 能够去做自己的食物啊 自己喜欢的食物啊 他们很高兴 那么而不要去依赖自己的子女 来帮他们做这个 所以他们很喜欢这个 在唐人街自己能够做购物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些我们更宽泛的来看这些 他们的这个价值 他们的这种经济体 不光是他的这个金钱价值 还有说他有这个社区价值 所创造的这种社区价值 还有他们我们就要去 在对这个经济呢 进行更多的这种投资啊 在投入更多的金钱 还有呢就是要 要确保这个啊 经济呢是一种包容性的经济 那么我们这个经济增长呢 不仅仅是说要去啊 不是啊我们现在看到这种 要牺牲其他一些企业啊 我们就说要对唐人街付出一种牺牲 才能去来推动这种经济 不应该是这么一种思路 那我们应该看的更宽一点 就我们总能找到办法来 来为今后找到更好的办法 好 那我就讲这么多 好啊 那么我们讲 就是说企业也好啊 主持也好或者个体也好 那么就是说在2014年15年的时候吧 那么当时呢我们当时有多少是 我们看不到的一些东西 在我们这个社区里面在啊 在这里工作的一些人 那么我想强调一下的就是说 我们的这一个这种遗产文化遗产经济 他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他今天不光是在这门店这个地方 这些经济呢我们要看到这些门店 后面的这些比方说这些点心呢 这些混沌呢 这个比方说这个大统华超市 那就是我们讲到这个 那它不仅仅是一个消费的地方 它也是一个生产的一个地方 那么讲到这里呢 我就想请我们的另外的一位嘉宾 啊他其实也是个企业主 他是可以花时间啊 来给我们来分享 那么这一位就是William Liu 好现在有刘先生 好谢谢谢谢Kevin你的介绍 啊真是听到那么多人这么有激情 关于讲到唐人街的介绍 是非常鼓舞啊爱这个社区啊 我是非常幸运啊一生在这里 我跟你简单介绍一点我自己的背景 所以呢 嗯我在这里这个啊 啊在Kiver街 J Street corner附近 五年前办到这个地方 我们 第三个生意啦 在唐人街里面做的 第一个在Kiver街 有一个饼店 我父亲 啊跟他的合伙 合作伙伴做的 他们打开了这个精威点心 来提供这个点心给人们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 让人们人们在 在家里没有办法吃到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就有了我的主妇 就有过街 各河街啊卖的是古董 在啊 还有这个就在精威底森那里 所以就是五百五 然后在Panda 在2010年的时候又开了一个铺子 然后呢就预计到有这个东奥 那么我们就后来变成一个餐厅 在那个时候我们预计了有很多人 用到台湾街来 人们呢对台湾街有点 不是很 犹豫嘛 因为很多这个问题 这个建筑啊 这个交通不好啊 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 从Gord Avenue 这个变成一个零售 就卖这些热的食品 那么现在我们就是很成功啊 就做了之后呢 我们得到社区的很好的支持 过去这几年呢 尤其是去年 我们有这种 很多人呢 这些人 非常是 人员 这个旌旗啊 人们是真的可以 这个 在团结一致的时候 能够做到什么东西 共同达成一个目标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就能够做到这一点 所以呢 这Stranet BIA 这个和政府呢 就能够得到 我们在我们这个地方做装修了 在2月8号啊 就在这个农历新年之前呢 非常人们很兴奋啊 我们就很多人就来了 从那个时候就是都是激动人心的 这么接下来的活动 看到人们真是很开心哦 很兴奋啊 很成功啊 那对我们能够在这个成功故事成为一部分 那真是非常好的一种感受 人们是希望看到唐人街有成功的故事 我们是非常的高兴啊 这种概念啊 有唐人街这些生意 是吧 那么在我们这里50年呢 没多久 跟我们说啦 这个业主在那里呢 他是这么的兴奋 他在台湾街有50年 他在这个Fortune Walk 他是14岁的时候 开始啊 那我14岁 我在学习啊 从我妈妈那里学习如何做这个饺子 这一些回忆一直陪伴我们的 所以非常的啊 这个感慨啊 我们可以从这里基础上 见到一个非常好的唐人街 好 现在我来讲一下 为什么我在唐人街做生意啊 唐人街对我是特别 那是因为 啊 那么我们的这个背景啊 我开始的时候不是生意的 我没有生意的背景的 我的 在音乐啊唱这歌剧啊 在UBC啊 我们拿的这个学位是这方面的 那个时候我准备在纽约读硕士的 我父亲那个时候 啊 啊 要做这个洗肾的治疗 那么就有机会 就得到一个患肾 然后在纽约的时候 他打电话问我 你能不能啊 我们要卖这个生意啊 我就 后到呢 就听到啊 他的这个患上什么时候做啊 那我就 没办法继续 啊 他这个 康复我就不能做生意了 啊 啊 我心都碎了 因为呢 这种在唐人街的这些 啊 交往啊 这些连接都没了 那我父亲要卖他的生意啊 啊 那就 没的了 我 希望保存这个传统 把这些记忆保留下来 啊 就我们家人 家人家族生意啊 我父亲我 我的这个姐妹和我妈 我们呢 啊 啊 还雇了12人呢 我跟母亲说 那我就想 我就帮你吧 那 我就 停止我的这个失业 没关系 这个 业余爱好还是在那的 家庭的家族生意啊 家庭啊 啊 这个是最重要 在我家庭当中 家庭是最重要 我们要 团结 在一起 这个是时候让我回来 回到家庭里面 所以我就决定 就接手 接管 那是2013年的时候 我呢 就作为这个生意的CEO了 我就接手 我的姐妹啊 Susan amazing sins so we we like I said it was myself myself my sister Susan my mom and my dad 我的母亲和我父亲 还有我的这个医生 也决定跟我在一起 那么他就帮助我的姐妹 Susan一起 所以整个家庭在一起的运作 我们雇佣了另外12个人 我们做了很多这些饺子 这个好几千的饺子 我们都还不知道 人们就进来 他们就要这些东西 那么看到的东西都还没到 我们看到这些Mots 你就不意识到 我们是付出了多少 我们做了很多 尤其进入了这个节庆的时候 比如说农历新年 端午节 这个农州 晒农州 这个半年前就做准备 是吧 这个农州节 在六月 那六月中左右的 是吧 就是说农历 我们一般会在下个月 也就十一月就开始做准备了 必须要准备这么多的这个种子 种子要做准备 做那么多 是吧 很多 我们要生产出很多 我们是一个公司 我们还有一个零售的 除了生产 还有零售 店面 这个地方 要服务这个区域 我们在台湾就有三十年了 我们为社区服务 那么为他们大部分的人服务 如果不是住在这个地方的人的话 我们不可能做那么长时间 尤其是老人呢 他们每天都来呀 他都知道我的名字 看着我长大 真是非常棒的一个感受 有人说 你是不是你跟你的这个 发的这个义父啊 去喝茶什么的 所以呢 这些东西都让我留在台湾街 所以呢 能够跟每一个人建议联系 是非常棒的一个感受 所以呢 所以这非常好的感受 我要感谢所有的人呢 他们在我们成功当中 做出贡献的人 谢谢 谢谢分享你的个人的故事 你的经历 改变你的职业啊 就回到台湾街 我们真是 如果能够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啊 那真是讲到这个业主们呢 对我们这个社区当中的经济 好 下面问一下 Kim 他也是这个经济的这个业主 好 Kim Tran 我们听一下 我们听一下你的 谢谢Kevin 谢谢William 谢谢你分享你的故事 非常令人鼓舞啊 那么这个夸代的这个生意的经营者 像我那样 真是 这一个就是其中一个原因 为什么我希望今天能够发言 作为一个这个地区的新的业主 这个商业业主啊 这是非常的面对大的挑战 生意还在蓬勃发展 有的是关闭 真是 对我来讲是挑战 好吧 讲一下我的背景 我是DVM的一个业主之一 这是一个家族的 Forting South Club 在Main街南部 那么过去四年就运营了 在台湾街我是新的 我们呢 开始的时候呢 开始呢 在Yale Town在十年前的时候开业的 最近就卖了 今年嘛 就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当我们签约了 在唐人街的时候呢 我们很快就知道啊 有个叫Main True Main True Mechanic Engineer 这么一个商铺 那么他们在那里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记得参加这个婚礼啊 这个婚宴啊 甚至记得这些 这个服务员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 现在呢 临到我们在这个地区呢 我们对一些老的一辈来讲呢 我们是 这是Main 那么对新一辈的人呢 我们是在Forting South Club 这么一个地方 我觉得我是 这个任务很重大嘛 要让我来鼓励我去讲我的故事 这是一个小的一个房间 在这个吃饭的地方 我们把它称为家庭房间 这个呢 就是我的家人 这是有照片 在越南的照片 在加拿大的时候呢 越战的时候 我父亲怎么样 我就希望把所有这些 原来的这些主题啊 在所有的墙壁上 能够把这些有价值的东西都展现在那里 通过我们以前那一辈的人的东西都在那里 当我的父母呢 实际上他们不知道 我们在建这个餐厅的时候 我们给他一个惊奇嘛 我们开张的时候 他们一进来的时候 看到这个房间 他们真的是高兴极了 我父亲真的是流泪了 看到这些照片呢 在墙壁上 这么多墙壁 很多顾客进来 也是很吃惊 看到啊 这空间 啊 真是我们是尝试融入 很多 就是这个历史 充满了这个建筑物的空间 那么我们的食品呢 我们都尽量保留传统的东西 越南的这些口味 人们就可以学习到 到底在越南的这些街上吃的这个东西啊 很多这个装饰当中也有表现出来 所以呢 我们要分享 我们作为家庭每天吃的东西是什么样 跟我们的一般的公众来分表 我们的Bin Blank 这样的东西呢 就是我们普通人的食品 我们呢 比如说这个猪肚子啊 都是在这个菜单上面 都大家可以选的 所以呢 大部分情况呢 我们意识到 这么多年了 在这个生意 在台湾街 占了这个空间 实际上就体现了我们这些传统的价值 通过故事 通过保留我们的记忆 作为我们小时候 长大的时候的这个记忆 我们新一代人进入了 能够创造出这些记忆 通过我们这么多年的情况 我们希望呢 这个能够让别的生意呢 也能够保持开张 分享他们的故事 向公众啊 去分享 保留他们的生意 那对我们来讲 这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但是同时呢 也是激动人心的 我们可以去学 边学边做 那我们跟其他的一些人 其他一些伙伴呢 我们可以去 所有这些其他的 周边的这些企业呢 那么这些热情的这些机构呢 我们都可以从他们的学到 那么我最近也加入了 这个唐人街的这个 商业促进会这个机构呢 那么我想通过 这个社区学到更多的东西 好 那我想借这个机会 感谢我们这个论坛 今天请我来跟大家分享 作为一个嘉宾 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也可以听到 其他嘉宾的这种分享 谢谢Kim 那我不知道 你的是 他尽量的是保持 他的这个地方 更像他这个原先的这个样子 这一点很不容易 那我们在 现在进入讨论 所有的这些 我们的嘉宾 都一起来讨论 我们是叫做 这个文化遗产经济 那么第一个问题 就是问到 那么这个文化遗产经济 他这个 什么叫做新旺的这种 文化遗产的这种经济呢 那么 看看 怎么样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唐人街 有一些比较优势 这种竞争优势是什么 那么我们有 我们有slido 这个功能 大家可以说用这个slido 可以来提问 那么用这个slido 来作为你的提问的方式 那我们就可以回答问题 好 什么叫做这个文化遗产经济 谁来谈一谈 我先来谈 就是说 我呢 想讲讲 我们现在是这个 我们这个生意呢 35周年的这个纪念 那么我觉得 在这个社区来讲 就是说 我们这是一个文化中心 同时也是个旅游景点 那么我觉得这个 像这个中山公园 它就是我们这个 唐人街的一个象征 那么在这一个 我们这个文化街道 那么我们还有 有这么多 这个唐人街 现在可以看到唐人街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唐人街 那么我们是在这个文化遗产 这个继承下来之后 我们在这 我们来借此打造 这样的一个经济 那么打造一个 这个繁荣的这个经济 然后它不仅仅是说 我们去缅怀过去 缅怀历史 那么还有包括 就是说 我们要想想 就是说 有一些 我们能不能 去打造一种 比较 较新的这么一个社区环境 那么在过去这一年呢 我们决定了 就是说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 我们 就是说 做了这么 一直是 我们做了这么具体的 这种事情 那我们看一下 能不能 在这个疫情期间呢 我们是要去摸索 那我们所做的 就是我们 这个团队呢 一起 就是说 要搞一些活动 比如说晚间活动 来能够呢 来激活这个夜生活 那么 让这些不同的人 不同年龄段的人 不同 背景的人呢 他们 有这么一个活动的一个场所 那他们就可以 来 就有这么一个多元的包容的这么一个环境 那么我们也想 我们现在是说 提供这么一个场所 这么一个平台 那么我们做一个组织呢 我们去 给我们这个社区提供这样的资源 来提供这样的这种 化文化的这种交流 那么还有这些 我们的这些 文化传承的这样的一些商户 还有一些新的这种商户 他不是说 一定必须得是由华人经营的 那么 就是说 我们现在来到我们这个社区 我们 他是尊重我们的文化 那么我们就是说 我们是一个多元包容的这么一个社区 所以我们必须 我们必须得支持这一点 我们必须欢迎其他的这些商户 来 来 跟我们一起来 来 称颂我们的这个文化 来 我这一点很讲 我们是说 这种这种在这个文化中间 在我们这个 作为我们这个社区的这个一个支柱 我们 刚才讲到 Lori讲到 他对他对 他对今生工作是非常这个热情的 对 其他的谁要发言 不然我就要点名了 好 Tom 你来 Lori 讲得非常好 那 这个 这个 其实让我觉得 我听了就更好的 你知道你是怎么样 看到这个理解这个包容的这种文化呢 它是同时它也是多元的 就是说 我们不是说要保守的 一定要保持它以前50年的那个原貌 那么就是说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我们要去培养这些商户呢 他们这些已经是经营已久的这种 它是我们经济的这些支柱 而正如你是说的 同时呢 我们还要去欢迎一些新的这些业主 能够加入我们 而且不一定是一定要是华裔经营的 我们也要知道 我也是听到了这个 同事跟我说就是说 唐人街呢 它是很多很多不同族裔的这种不同文化的 这个他们的一个大本营 那么我们它不仅仅是仅限于华人的 那么我觉得这一点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解 就是很多很多年来都大家都已经是这么来看这个唐人街 那我们就说这种华裔加拿大人他怎么样去欢迎别人 帮助别人 同样道理呢 我也非常高兴地听到呢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些 这个 在这么多年来 我们其他主义的这些 他跟这个华人之间这种建立的这种合作伙伴关系 那么讲到这个包容多元 我们看一下William和Kim Kim你刚才讲到了你的那个 你的那个加入了这个华人街 唐人街的这个华人业务促进行会这个 那么就是说你是这个是 你是在第一线美业 这个工作的这样 你觉得作为一个企业家你有什么说法 然后我们再请William 对 我是说在我们是说在我们这个地方带来一些我们这个族裔的这样的这些餐饮的东西 那么就是说这是增加了这种多元性 那我觉得如果在这个我们这个家族裔的这个这个家族裔的族裔上 如果我们能够去打造一些新的东西 就是说我们还有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上 我们的业务在杭州围的周边的这些企业 大家一起呢大家可以去来填补一些空白 那么就是说这不是仅仅是我们一个自己的来自自身的这种动力 那么我们是想如果我们能够携手合作的话 跟其他的一些商户一起合作 那么这样的话 因为我们是这个基于文化的来推动我们的这个商业 那这里是没有这个边界的 也没有说我们不是说要去一定要去分清这个文化的文化 要去找出一个分界线 而且我们是要打造一个大家的共同的一个社区 Cam讲的很好 这个就是说这个社区感 这个大家是同心协力这种感觉 这是我们唐人街今后的要走的这条路 我们不管你的这是华裔的还是不是华裔的 那么很高兴 这个大家在这个唐人街有这么长时间的我们是讲到这个文化遗产的 我们是说要做这个是传统 那么这个传统呢 并不说一定要必须的是华裔的 那么还有很多不同的这种传统 那么在我们这个新的这一族这一代人呢 要去继承的要去传承的 在我这一代来讲说 那么我们这一代跟我们的这个可能其他主在在其他辈分的这些啊 那么他这个其他的这个辈分的进行看上去的这种就可能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传统呢是一种新的一种传统 那么我们还在这个DCS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又是一种新的传统 他们来到啊到这里来啊他们还到还来我们这个啊 新微来吃这个饺子等等 那这些都是他们一种文化的一种传承 那么对所有人来讲呢我觉得我们这个新的这些传统呢 对我来讲是每个人都是一些新的传统啊 我这个门后面有小孩子在跑 那他们来我们这儿啊现在是来买东西啊 跟着父母一起来买东西啊这个又喊又叫的 他们啊在这里在这啊他们活力无限 那么就是说我们欢迎大家来到唐人街呢 那么我们很高兴啊有更新的这样的一些商户呢能够加入进来 在过去我是有点不确定 就是说当时没有太多的就是就是说一些传统的这种商户 这种文化传承的这种商户 那么现在都是一些新的一些商户呢 他是啊他们我都不是确定 这到底为什么这个唐人街的将来到底会是什么样 那我也一直在啊对此 对这个话题也比较敏感 就是说我到底想要什么 就是说我希望这个新来的这些商户呢 他们来这个唐人街之后呢 他们在做生意他们是要他们啊 要每个企业都要关注自己的这个盈亏的问题 所以呢啊我们来到这个唐人街啊 这说你是不是要盈利啊 那么我们说这个市中心东区这个地方 我们是要这里在唐人街我们这个附近的人呢 都是他们低收入的一些人是他们 他们他们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很多年 那么他们也许不了解你的这个业务 所以呢我就要特别的这些谨慎想到这些事情 那么比方一个例子我想讲的就是说啊 我们这些我们这些市中心 我们这些市中心 啊素食呢在这个唐人街就是有很多不同的人 他们来吃这种啊食品呢 那么他的这种啊这唐人街上这样的一些商户呢 他们呢是在过去几年的都是比较大 业务都比较好 那我当时也很犹豫就是说我不是很确定 其实那么在几个月前我去想 我说为什么我会对此不报这个不是很确定呢 难道我是对唐人街的未来有担心吗 对是我是有担心 那么这个唐人街的将来在哪里呢 那我自己是跟我自己说 那那我们的这些这个业务 我们的这个文化我们的这种商业 它是跟这种这个趋势呢 它怎么样去能够融合在一起 所以呢我就做了一种饺子 做了不同的这种饺子的这种尝试 那么有一天我说 哎我来试一下那我能不能试一种素食饺子呢 那我就有两年从那家素食店我都没进去 我就跟他说哎你好我叫William 我这有一些素食这个饺子 马路对面的我们做的这种饺子 然后让他们他们非常大致意 他们说你们没有这个素食假设 从来没想到过 我说对啊 对啊 欢迎你们来跟我们交流 我们结果我们这个那个那边的 Jason这个业主就交流 业主就交流了 那我们就想一起推出这么一个素食系列 所以这样的对话就得是 那我们这些业主之间得有这样的交流 我们要互相增进理解 来从而产生这种合力 我觉得这些业主来讲很重要的这个 对这个唐人街在不断的发生变化 我们要有所调整有所适应 我们刚才这个像Tom讲到的 那你不能回到50年前 你应该是掌握未来 所以呢 我是很高兴能够成为这个变化的一部分 能够也成为唐人街未来的一部分 对 我是很高兴能够成为这一部分 谢谢你刚才分享的这一段段 就是说我们 我们看到就是说你和这个 在我们的心理就之间怎么样去找到明瞳 这样的一种思路 那么还有就是让我也想起来就是说 Henry之前有讲到的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华库这个商会 他们那么Henry 你是不是想补充一下 然后Vocally可以补充一下 就是说我们看一下 回过头来看看 有一些什么样的感想 也可以讲到这个疫情 对我们的这个文化遗产的经济 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好的 那么我们请Henry 就是说我们 我们知道 知道我们 我们比较晚的才意识到 我们知道这个唐人街是在发生的变化 那么我在这里60年的时间 我知道看到这个唐人街 它是有这个变化 那我是亲眼看到 那么它本来是一种完全是封闭性的这个经济 然后变成这个旅游经济 到现在 那么有这种不同的经济形式 那最新的一些变化呢 那么它并不是让我们很吃惊 但是我们应该是没有说 但是我们应该是没有说 不是很适应 没有做好准备 去迎接这样的这种变化 去迎接这样的这种变化 那我觉得 我们实在 我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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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双语的这种 借助这种优势 那么 我们呢 我们呢 现在慢慢就 转移到 就是比较大的 这个改变呢 有许多的 这种动力在变化 在推动啊 有这个摩擦也会来到 疫情也没有什么带大的帮助啊 所以呢 不能面对面开会 因为疫情的原因嘛 所以呢 我们第一次的这个年度会议是下一周 下个月才开始 那个有些这些问题呢 希望呢 我们会拿出来讨论 我们希望 双语的方法来讲 通过我们的外展计划 我们所要任务 就用新的这个平台要推出来 让威灵像你说的 凯文所说过的 所有 也就是说有传统的做法 但是呢 有新一代的人也进来了 所以呢 我们的关注点就是 从这一点开始 那么 那么 希望从这一点 建立起来 通过那个40年的这种描述 这个我们这个华补商会所做过的工作 我希望呢 就能够创造出一些历史的这些记录 尤其是温哥华 唐人街的这个生意的故事 它的历史 那么可能呢 有些新的东西呢 新的生意呢 能够认识到这个地区的这些历史 这些重要性 为什么 为什么能够帮助 体现出他们的这个运营 在温哥华跟别的地方 对比起来的时候 那我认为这个呢 就是我们华补商会 将来几年的工作的走的录像 好 谢谢 现在听一下Vuco 我想强调 刚才大家已经提到过的东西呢 关于你早先问过的问题 就是唐人街的这个 今后的那些强项 是什么William也提到过 那么他们所成就的东西呢 通过这么困难的时候 他们真的是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来面对很多挫折 他们怎么处理 所以呢 还有很多的故事 然后呢 他们能够继续这个生意 能够在更高的水平上 所以他们这种任励 所以呢 让我们的社区能够了解 让他们知道是多么重要 我们不要放弃 不是这个 关闭这个商店就完事了 是不是 所以呢 要找到方式呢 能够继续做我们这么好的工作 通过我们的个人的故事 这个东西已经做了 有很多东西呢 都是通过我们的热情 对我们的生意的热情 还有我们也有一些责任 对他们的顾客负的责任 是吧 我认为这不仅仅是 这么简单的东西嘛 我们还要看顾客 光顾我们的店面 所以这种韧性是非常大的强项 看刚才听到的故事 另外还有别的东西呢 也这个讲到我们的故事 我们的食品的这个文化 这是非常强 食品跟生活跟故事 个人的故事 都是互相关联 有什么好的更好的方式呢 如果人家不了解你的文化 不是通过我们的食品 是吧 我们的食品 这个在唐安街的这个食品文化 那么太多的方式来探讨了 是不是 那还有别的东西呢 也就是说 唐安街的这个强项 就是说如何 让这个 跟这个 年轻人呢 他们能够参与进来 是吧 那他们呢 当有机会的时候呢 比如说学生 能够参与 是吧 像我们这种论坛 或者是记录 这些故事 我们刚才听到的那些故事 比如说 让华人的这些 年老的那些人呢 长者啊 让他们 你呢 是不是能够成为一部分 我们重新 这个 跟自己的 传统联系起来 用某种方式 通过职业的 专业的方式啊 啊 来 让年轻人 能够 参与进来 这样的一种 给他们的机会呢 我认为 这是一种资产 我们必须 要知道 我们今后 要利用 你 不仅仅 不不不不不不总是找到 啊 这个一下子找到这个 啊 啊 奏效的方法 路平原别的地方的 比较有什么不同啊 啊 啊 就比如说 唐人街 如果 跟 别的地方 比较 啊 我是插话 想讲一下 这里呢 我们说的是 唐人街能够 给这个 Richmond 比如说 有什么东西 我们有自己的文化 有这个 中山公园呢 我 感觉到 那么 通过我的参与 也就是说 作为这个文化的枢纽 有这么一个地方 我们有年轻的人 啊 进来 他们在温哥华 成长 他们在地路 平原 成长 他们 啊 有这个机会 是不是把他们带来 比如说 他是一个人 呃 其中呢 就有一个 我的同事 Bruno 他所说的 他说 对他来讲是 意味着非常 重要的 因为他庆祝 他自己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 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 实际上 他从来没想过 他能够表达 他自己的 性取向 他没有一个平台 去这么做 但是呢 对我来讲呢 这个就是非常重要 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因为啊 这是让你呢 带回到我所做的东西 我们是一样东西 就是我们所要做的东西 就是这样 就是为他人接受 所有人带进来 不一定是 这些 老的这个生意保留下来 不仅仅是这样 当然是重要的 人 人们喜欢历史 但是呢 你也可以回顾 回顾一下 马卡波罗的故事 这不仅仅是亚洲的家庭啊 还有他的这些 白人也吸引进来 明也一生 我长大的时候去明 所以呢 Kym所说的 William所做的东西就是 做的是非常正确 这是我们要做的东西 Kym好像你提到过 分享这个体验 就是说越南的街道上的那些食品 你做的东西 这个正是我们所做的东西 这个人人口 年轻一代的人口就是来体验嘛 我们要提供的就是这些东西 不仅仅是这样 是一个总体的体验 那么你现在做的都是正确的道路上 所以呢 这是一种新的这种体验 来到这个台湾街 谢谢大家 你们做的东西正是太棒了 还有没有别的这个嘉宾们要评论的呢 我接下去就会讲另外的一些问题 好 William 请说 我就回应一下大家已经说过的 我就讲到这个Vilco 所刚才提到过的 说在台湾街要扩大我们的足迹 这个经济方面嘛 这是对我们是一个优势一个好处 因为对更广泛的这个社区来讲啊 其中的一个例子呢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很多人问 你为什么不给这些蒸笼 或者是这个腊肠的这个饺子 我说你可以去旁边啊 FORUM 是吧 你从Tracy那里去拿 他们就有这个蒸笼 是吧 也有听了 这一些腊肠 你可以在Georgia Street那里可以买啊 所以呢 很多人就去台湾街不同地方 来体验整个台湾街不同地方 能得到所有的这些配料啊 这个就是来探索我们的台湾街 能够体验台湾街 哇那真是非常棒的一个感受啊 许多人来到台湾街 就要自己心中想的明确的某些东西 但是呢其他别的方面呢 他们就错过是吧 所以我认为这个台湾街好的地方 就是说他附近周围的事情啊 都可以互相的互补吗 这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强项 这是我看到的将来的这么一个地方 Tom说吧 对我来讲呢 对我来讲呢 讲到这个讨论食品方面 对我来讲 正是有这么多的活动表演 这个假日的庆祝啊 社区来表演 来组织 这一些都是非常深的文化体验 是吧 对我们那些不是华人背景的人呢 不是亚洲的人呢 这是一个特别的这些时刻 是吧 也就是说我们是 第四波的疫情的时候呢 我们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啊 你知道吧 那些生产 电炮的东西啊 这些呢 都是这种相对的优势 是啊 台湾街对我们这个城市提供的 这是非常深厚的这么一些 传统啊 文化能够参与 听啊 来看啊 这些原始的这些真正的这些体验啊 谢谢 是的 确实是这样 疫情已经改变了许多东西了 对我来讲呢 我们没有这个新年的2020年 都没有这个游行啊 这个很多这个组织啊 都是安排了虚拟的活动 但是呢 这聚集在一起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这个Floater 这个大家在华谱商场啊 是吧 你们可以看到每个人啊 那真是就就这样发生 是不是啊 啊 甚至呢 有政客 如果你不在这个Floater 这个餐厅的话 你真的是错过的东西 这是一个 我不知道这个嘉宾们有没有评论一下 关于啊 关于这个社区啊 城市啊把它综合起来 这种独特的这种综合起来 你能不能重新想象出一些新的东西出来 我可以想到啊 我来插画讲一下 如果你看一下这个土地的拥有 这是非常的独特 那么很多东西是由一些组织来拥有的 所以呢将来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来确保社区能够控制好自己的命运 所以呢啊 那么还有另外的这个步骤可以采取啊 啊要做的啊 啊 那么刚才有人已经提到过了啊 啊 这很多东西呢 如果有一个地方说有这么一个技能 相对新就是地点是中心的 那么只有一个业主 那是Chinatown Plaza 就是华堡广场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机会啊 就让我们的这个努力加码啊 让人们注意到啊 就将来一两年在这个华堡商场 能不能啊 就独特了很多人就看到了之前 很多人就看到这一点啊 应该有很多东西呢 我们在这方面可以做的工作的 是不是 所以呢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努力 携手合作去努力 那 这个如何能够成为一个地方呢 既有这个现场的活动啊 啊 又有很多 这个衍生出来的东西啊 把这个人流带到这个团队 想这样的话 如果你要看了一个大的东西 这个就是太好了 是从这里开始 这也是一个停车场啊 我也知道啊 唐人街很多人就要找这个停车点啊 有很长时间呢 我同意是吧 在这个地方啊 啊有没有别的人在这方面啊 在这个地点呢 有什么潜力啊 啊 这个业主的这个拥有权呢 有没有要补充的 啊 我这里补充一下 就是 我们这些小的这种商户呢 我们给他们这种补贴呢 这里 这里 这个 这个跟这个市政府有这方面有沟通 就是我们想去推动 或者他们想去推动 就是说 那么 那么 想 建一个烹饪学校啊 在这个石阶这个地方啊 这是挺有趣的 的一个想法 那么就是说 我们啊 这里有这个停车的这些设施啊 等等的 那我希望 他们能够倾听这种声音 我们知道这个市政府呢 他们是在 在做 对这个啊 用 用途使用这方面 正在做一些 研究 那么 他们也在咨询 那我希望他们能够 啊 去了解一下这个可行性 啊 听我们社区的声音 对有很多这样的这种机会 我觉得 那么 我知道 啊 我们会把这些大家的这种意见 这些啊 我们是反馈 那我们知道我们 这个协会呢 我们 呃之前 三年前我们 呃暂停了一下 但是我们 除了要搞这个 我们这种社区的这种讲座 啊 那么 我们 呃 我自己吃了很多 我们这个啊 这种饺子 那么就是说 呃我们就说不仅仅是说这个 他是 仅仅是食品吧 其实我们是要想看到我们这种 文化这个传统的这种文化遗产的这种经济呢 啊 去要远远的 超出这个视频以外 我们另外还有几个问题 这里想看一下啊 啊 这里问到的就有大家想讨论的 是问一下各位专家 就是说我们的嘉宾啊 怎么样去这个新的这种商户 怎么样能够加以参加到这个我们这种文化遗产的这样的经济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啊 我们几位嘉宾 谁来啊 除了这个lory之外 还有其他几位嘉宾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那我们想怎么样去调动这些这样的这些新的商户呢 那么这个啊 业务出经会呢 他们啊 做了很好的工作 那么他们是 他们是 是一种 他们是 啊 我想想那个叫什么 就是说每个人他都是有一种啊 有一个小册子呀 就是说你知道那些啊 商户在哪里 那么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 比方说在这个我们这个广场里面 发布广场里面 那么有这个面开放 那么大家不知道那个地方 那么除非在你的这个社区里面有人知道的话 那么才会有人知道所以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用这把这种社区里面的啊 各种一样的这些机构这些组织呢 大家一起来做一些这样的东西 那么可能就容易把其他的一些业务啊 带进来啊 那么我们这些节情的这种活动 我们不仅仅是说啊 我们中我们这个中 我们中国的这种华 一吃的这种啊 面食面条这样的我们 可以有一大利的面条啊 各种不同的这种面条 那么就说我们可以来 我们现在是要强调的是这种多用啊 多元性和包容性 那么就说我们就可以用这种办法来就是说来吸引啊 包括这种pizza啊 这所有这样的不同的这种食物 那么包括这种饺子啊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啊 我们这种饺子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吃饺子的这种背景 那么如果我们能做多做一些这样的这种活动呢 让这个社区能够把它凝聚起来 我们这些新的这些商户 让他们觉得他们是受到欢迎的 那么我是非常乐意推动这一点啊 那么我们欢迎这些新的商户加入进来 那我们多做一点这样的事情来吸引所有的人 还有其他的一些补充吗 啊就是大家都很多观众都提问题的这个问题 好那我们可以来补充一下 就是讲到啊 刚才William讲过的 就是说一些啊 餐馆或者一些商户 我们之间的这个协作合作的这个问题 比方说包括这些顾客 那么如果他们说啊 来这里来消费 他们不知道去哪里 我们可以推荐他们去这个公园呢 那里有一个公园 啊我们还可以推荐他说啊 我们这附近哪里有这个面条吃啊 哪里有这种点心吃啊 这些啊 那么就是让他们能够这些我们这些叫啊 老的这些商户呢 我们可以推荐他们去那些老的商户去消费 那么就是说我们这些商户之间的这些协作 那我们也经常会说做一些这种啊 这种临时的这种促销 那么来通过啊 那么那个爸爸以后他跟我们这个一起来协作过 我们一起我们还是做过这种慈善活动 那我们跟这个 那我们会把这个在他们在他们的这个菜单上 突出了一种这种啊 这种是这种生蚝的这样的一种食物 那我们在啊12月份会再次推出 那么就是说我们一起来吸引一些消费者 来到我们这里来同时也了解一下其他商户 通过我们的商户来了解 其他商户他们的这个经营情况 比方说我们的这个BBQ的这个餐啊 这个这个我们是我们这些啊 是啊我们是从这个Dollar Me那边买来的这些 这些食材 那我们就去推把像这些商啊 我们的消费者顾客呢 推荐一下其他一些这些客户 我们的这个供应商是谁啊 那么通过我们这些菜单呢等等的 我们就互相之间这么互相去 帮助宣传啊 这一点是很有帮助的啊 那么谢谢你的这么一些啊 很棒的一些想法 好我们考虑到时间呢 我们可能我们现在就来啊 作与进入我们这个结束这个环节啊 我们看一下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你觉得这个在接下来两三年对你来讲最重要的 是什么最重要的 我们看看谁先来回答这个问题 好那我是Tom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我想看到的这个就是说啊 就是说我们在现有的这些优势上呢 进一步加强 我们有更好的协作 我们这个还有这个加强这个领导力 我们这个年轻的也好 年长的也好 我想在这个接下来两三年呢 我们这样的这个进步呢 能够呢取得巨大的这种进步 我同样也听到了一些建议 说是啊我们表达出来的这些 就是关于这个华人这个广场 华部广场的这些声音呢 我会把它带回给市政府 然后呢让这些啊业主呢知道 大家也能够啊积极参与到我们这个讨论 对未来的这个讨论 好我非常高兴啊今天参加了我们这个论坛 我们这个交流 谢谢各位 我是Henry我想补充一点 就是讲到今后呢我们的这个华部商会呢 我们有一些事情要做第一个呢就是外展活动 我们要去吸引更多的新的会员啊新的商户 我还想讲的是就是说 能够呼应一下刚才的几位嘉宾讲的话就是说 我们就是说是个公共政策的制定 还有就是说我们这个物业的估价等等 这个这个是我们知道这个唐人街的这些物业呢 他们是非常处于弱势的 那么这个税收啊等等 那么对这个小企业来讲这种税收 他们现在这样去评估这个物业价格呢 这个物价的这个地价的这个评估呢 这个是对我们很不利的 那么我们这里 它是一个比方说我们现在一个两成的这个建筑 那么他这个税收呢是基于 是基于你的这个潜在的这个开发潜力 这样来进行这个估价的 那么这样的这个价格估的就非常之高 那么这样这个啊业主呢 他这个他们就是带来很大的压力 对那么这时候这个业主呢 他这个很可能这个业主他就想去 去增过这个增加这个房租啊 因为他们有这个税收的压力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市政府省政府都能够注意到这一点 那么我希望这样可以减压 给这些我们这些企业主减压 那对台湾街来讲呢 总的来讲呢 我觉得我们可以啊 这样可以去减少很多我们这个发展的这种压力 这个我也想补充一下 谢谢henry 我我想强调一下这一点 那么这一点实在是太重要了 就是说我们要呼吁政府呢 要说给我们足够的这种支持 给这种小型生意的这种支持 减少给我们减压 给我们这些社区企业减压 因为我们知道 那我们说还有这个安全 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 那么我们说政府呢 可以在把这个安全提升这个安全 那么我们让他们觉得就是来这里呢 他们不愿意来唐人街呢 是因为考虑到这种不安全 那么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个政府呢 能够给这样的支持 能够这个持续不断的给这种支持 那么那么如果有这样的支持的话 会带来巨大的变化 那么我非常赞成Kenry这个说法 我们要帮大家去减压 帮这些小型企业去减压 这一点很重要 那么William Kim和Walker 那么William最后要补充一下 对我想讲讲刚才Henry和Lawrence 刚刚讲过的就是说这种给我们一些支持 对我们还是很幸运 那我是非常感激 这个我们所受到的这种支持 来自政府的这种支持 还有这个Vehicle 他们给我们的这种支持 还有这个Sakona 他这个协会给我们的这种支持 给了我们这种拨款 那对我们这个生意帮助很大 那我还想其他企业呢 也能够享受到这样的这种支持 特别是那种夫妻老婆店呢 他们呢有这种资源 来获得这样的这种支持 他们可能没有这种这继承方案 他们可能没有这个 他们的这个继承人呢 会讲这个他们 或者他们周边没有讲英语的人来帮他们 所以有一些这种政府 这种支持给他们 那么特别是在接下来两三年 当这个我们这个圣保罗教 这个就可以进行对外营业的话 那我们就这个对唐人街是产生巨大的变化 那么这时候呢 这些商户呢 会有更多的可大有可为 所以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一点 KIM和博客 对 我相信政府的这个支持呢 是非常重要的 去帮助我们的这个街道的安全 确保大家愿意来唐人街 特别是这个本地的这些居民 我们确保街道的这个清洁安全 有更多的巡逻警察 那么他们就可以说 这个对这个犯罪呢 也是一种阻吓的作用 那么我们知道很多的办法都是奏效的 那么我们去保证这个大厦的外面的这种清洁 还有几天的时间 那么我们刚搞干净 结果就有很多涂鸦这种情况 那么就是说如果你不去这么持续努力的话 那么有越来越多的这种这种涂鸦 涂鸦上面叠着涂鸦 那么得有人去管这种事情 那么这些我们这些业主呢 有时候他们有时候没有去清洁 他们要去交罚款 那么他们还得请人花钱去做这种清洁 所以呢政府的这种扶持是非常重要的 对我们这个社区 也确保这个有足够的这些流量 那么能够对我来讲呢 在接下来的这个两三年 那么就是说吸引更多的人来 这个流量这点很重要的 就是说举行活动啊 节庆啊 那么我们从这个基层的做起呢 有我们这些业主做起 我们所有这些人会要去做 但是我相信呢政府的这种推动呢 也会最终的来帮助唐人街能够繁荣盛 对 谢谢 Vocal 啊 谢谢Kevin 啊 讲得很好 啊 我学到了很多新的东西 那么我就想补充一点 就是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滑布广场 啊 刚才已经讲 讲了很多 这个我就不再讲了 那么我讲其他一些东西 啊 我觉得挺重要的 一个呢就是说 我们应该去找出一个方法来能够去 来培养这个 我们的这种商业的 这种业主的 他们的啊 能够在这个到唐人街去开业啊 我们现在有一些控制的这些地方 那么就是我们 要确保他们 他们 啊 是想要到这个地方 他们觉得跟这个社区有这个啊 啊 关联的他们的这种人呢 他们愿意到这个唐人街这个地方去经营 那么 到 充分利用这些空间 那么就是说 我们 啊 知道这不是一个很 啊 容易做的一个事情 我们需要做这种决定 他可能说 啊 这个我们跟业主他说 我要等几个月啊 我等不了啊 那么我还要去等那个什么许可证啊 等等的 这些 那他们可能就 就是说 啊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召集 这么一些新的这个业主 来 唐人街开业啊 啊 这个是我们要去化力气要去做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 啊 大家都讲到了 就是说 昨天也提到了这个其他我们 昨天的讨论会呢 都想到了 我们怎么要去把我们的这个 进一步加大我们的努力 我们这个人才是有了 我们该有的这些文化传承的 因素都有 那么就是说 接下来我们就说我们怎么样去调动这个资源 啊 那么我们就 那么我们就谈一下我们怎么样来一起来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 来做这件事情 这样 我们就可以把资源把它啊 啊 汇总这些资源呢 让我们去啊 来做我们想要做的这些事情啊 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投资去投资在唐人街上啊 所有这些商业上商业上 那么就是说我们这样做呢 一起做了 也许和这个周边的这几个社区一起来做呢 可能我们也会收益不少 那么周围这个我们其实不要看 把我们这个讲到经济的时候 是我们是没有边界的 所以呢 也许呢我们是跟另外几个社区一起来做的话 那么我们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去做我们认为是正确的这个事情 然后让政府呢 啊给我们获得这种支持来 我们来获得这样的几些资源 啊这就是我两个相互出的两点 相互出的两点 好 我希望是如此 好 谢谢 你已经举手了 让你讲一下 好 是的 很快讲几句 我是强调 刚才大家也讲到这个在洗手合作嘛 在唐人街 我们能不能是跟别的这个商户啊 或者是Dollar Meat啊 Money Food啊 BBQ Meats啊 这么多的在唐人街的生意 我觉得是时候 所有这个商户互相携手合作啊 刚才我讲到的这个Vegan Supply 就是素食的这个店 有很多东西呢 我们都可以继续做这种合作啊 在为唐人街的社区啊 把人们吸引到唐人街 好了 讲到支持啊 就是说来自政府的支持 我们不能忘记啊 那么住在这个地方的人呢 唐人街有很多党者 这个市中心东端 有很多政府支持的工作 我们可以做我们的贡献 来支持我们的社区 我觉得啊 政府也应该做他们的一部分 来支持我们这个社区的啊 这是我最后的一个评论 谢谢 好 讲到这儿啊 超了几分钟啊 我们花点时间来 作为啊 这个结束 谢谢嘉宾们啊 你们呃 分享了你们的这个个人故事 智慧 洞见啊 这么重要的这个公共的地方啊 你是提供了很多的灵感和鼓励 所以我觉得也是 我自己是一个社区成员 也是你们的朋友 所以呢 我觉得啊 听到了什么东西是可以做的到 有可能的 也就是分享你们的观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我呢 也要感谢温哥华 呃 政府就是 Chinatown Inspiration Team啊 还有这个UBC 所以呢 对我们这个论坛呢 这个论坛呢 提供了我们非常难得的一个空间 让我们有这种对话 让我们重新构想 在台湾街 能够想象一下将来是可以怎么做 也作为我们整个城市来讲 所以呢 啊 来 让大家呢 可以上我们的 Chinatown We Imagined 这个 网址 我们有很多这个集体的项目 也在上面可以报告给大家的 如果 你想 看一下 这个或者 昨天的这些 活动呢 大家上网去看 我们今天还有两个部分 在做 一点钟呢 就是 跨 年代的这些领导者 最后 结束的时候呢 三点钟呢 就 台湾街过去现在的将来这个主题 好 谢谢大家 参与 希望大家 我们可以在台湾街见面 希望很快见到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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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